三Q哥的罷免投票 現在是倒數計時 十月二、三號就要投了 就在投票前夕 被驚報 他十年前曾經肇事逃逸 還招判緩刑三年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呢 三Q哥出來回應了 我沒有否認過這件事情 細節的部分由於當事人 我們在事發之後 一直都還有保持聯絡 他希望我們不要去公開這些東西 我要在這邊拜託大家 攻擊針對我就好 千萬不要打擾他們家人 這不是抹黑 這個是事實 但是他跟罷免案 應該還是要有一定的區別來看 坦白講當時並沒有立委身分 事實上那個時候的我 還不是那麼成熟 三Q哥當年肇事逃逸 剛剛出來坦誠了 他說不要去打擾他們的家人 他在臉書上說我沒有酒駕 沒有人說他酒駕 說他是肇事逃逸 當時是怎麼回事 我相信媒體也不會去打擾 那個受害家屬啦 所以最最重要的關鍵是 三Q哥要講清楚 當時他到底知不知道 他撞到人這才是關鍵嘛 我當然知道啊 人和在很清楚誰說他一定沒有酒駕 我不能說他一定酒駕 逃掉的原因 有可能酒駕才逃 這第一件 但是是一個問號 第二 撞到以後撞得蠻厲害的 爐內有出血 那這麼厲害 這是嚴重的傷 你不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我們 我們作為中華民國的公民 有兩件事發生車禍 開車的人 第一個 他發生車禍 自己或打電話救他 救護車儘快來 第一件事 第二 警察在這邊 釐清造勢的責任歸屬要劃線 這個SOP都沒有嗎 跑了 跑了以後我跟你講 我還沒講犯後態度 犯後態度是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判九個月 我跟你講和解不成功 表示犯後態度 並沒有跟人家喬好 才判九個月 就這基本常識 和解不成功嗎 當然 所以才判九個月 沒有和解不成功 他不是說跟對方一起在聯絡嗎 和解有成功 和解沒有 和解有啦 他後來不是每個月都有付錢 我覺得小平哥 你這樣講不太公平 不過不過自己要講清楚小玉 他每個月有付錢 有可能是法院判了之後 一定得付錢 這跟和解不一樣 和解是雙方當事人取得諒解 那這一開始就是說 大家可能對於金額部分 有在討論 然後後來就是法官 就訂了一個金額嘛 所以他每個月 因為他說他當事在打工 那是法院判決 沒有法官介入才知道 這雙方引擎否願 談的下可能叫和解成功 那要講清楚這個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回來講 當時他肇事逃逸 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喝酒 所以這件事其實 也無從查證 無從查考就不用討論 但是肇事逃逸是確定的 是 那為什麼肇事逃逸 據說當時還是透過監視器畫面 才追到陳柏惟喔 因為今天陳柏惟 我有跟他同台 所以我仔細的問他了 他產成就是說 十年前這件事情 他因為他是疲勞駕駛 他因為他當時 就是做了兩份工作 白天做一份 晚上做一份 他是六點鐘 要回家的時候 然後他疲勞駕駕駛 清晨六點 對 清晨六點要回家 小玉 他撞的時候 可能是疲勞駕駕駛我同意 可是逃的時候 可有精神的逃掉 這麼快就逃掉了 是不是 你這樣又是影射了嗎 那我是引述 當事人自己所講的話 他說他回到家之後 他看到他的車子 然後發現說有這個撞傷的痕跡 然後後來好幾天之後 警察局通知他 所以以他自己的陳述 他當時不知道自己有撞到人 那是他自己的陳述 那你現在你又不是當事人 講得好像你看到一樣的事情 不對喔 你替他護航喔 我沒有替他護航 因為他當事人講的話 我們要引述當事人本人嘛 他還不知道撞到人 你相不相信 我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事情 好 那我們就來看 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判決書 看當時的情況 讓民眾自己判斷 你覺得他當時是不知道 所以跑掉 還是知道跑掉 我們來看當時呢 是在早上的6點35分 擦撞到某某人所騎乘的車牌號碼 某某的重型機車 重型機車倒地應該 這個撞擊力應該滿大 對 導致人車倒地 這個人有爐內受傷及硬腦膜 下槍出血脂傷害 那你覺得撞到重機會不知道嗎 還有一個是9月29號的上午6點 那是天空大亮的時候 好 不是天空 9月29號早上6點35分 已經天亮了 對 第二個呢 撞的是重機 對 通常一般撞到重機 而且撞到人車倒地 駕駛完全渾然不知 這跟我們一般的生活經驗不太符合 因為這份判決 這份起訴書裡面就說他是兆逃了 那這件事情我們不用幫他擦汁抹粉 那但是陳柏惟自己的回憶 當時是說因為他做了兩份工作 他工作時間非常的長 他非常的疲累 所以等於說他在回家的時候 發生這樣的事故 所以他自己當時自訴是說 他並不知道 那只是說回家 後來過沒幾天警察局通知他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事實 好 我們再來看事實 法院的判決說 他肇事致死人受傷 應該及時救護 因為他確實蠻嚴重的 但沒有報案 沒有送醫 沒有停留現場等警方前來處理 就肇事逃逸了 那麼為什麼會找到他呢 等警察調閱道路監視器 才發現陳柏惟所駕駛的上開車輛 而循現查獲 這是當時判決書所談到的案情 那到底陳柏惟是知道 還是不知道他撞到人呢 我想民眾看到判決書自己判斷 重點是這件事情驚爆了之後 會不會對他10月23號的罷免案 造成影響 這個如果說要看 我覺得第一個 他就是說現在他出來態度 他是比較誠懇 他道歉 他道歉 那這個是年輕時候發生的事 這是10年前發生的事 要先強調說當事人都有 所以你覺得不會影響到 罷免的結果 就我覺得選民交由選民判斷 就是說他已經盜竊 而且是10年前的事情 而且當事人已經都不追究了 那所以你國民黨 現在如果說要來炒作這件事 因為今天國民黨 很多的梗圖都出來了 看起來是要炒大這件事情 可是我認為 就是說你罷免這件事情 你應該是要放在這個人 立委的表現上面 而不是在回顧10年前的事 我不曉得 基金黨跟民進黨很怪 這個是撞了重傷 爐內都出血 簡躁動以前台中第三拳 你是撞死人 撞到陸島的人 然後逃逸 立刻辭掉立委 因為以前化然 那當時 那當時他不是公子 他怎麼處理我不管他 可是他今天到今天 他還答覆說 我撞到人我渾然不知 你認為對於現在他的民調 是加分減分 我認為是大扣分 他會不會罷掉 我跟你講寡婦死兒子又被車撞 沒指望了我跟你講 他一定會被罷掉 你等著看吧 坦白講 我覺得這樣不容易 一定罷掉 會升高被罷免的可能性 當然是啊 其實我真的很不願意舉這個例子 但是如果當時要這樣講的話 韓國瑜也發生一樣的事情 可是民進黨並沒有 陳親外當時也沒拿這件事情 來做文章 所以我覺得是一碼歸一碼 你現在罷免他是因為覺得 他立委做不好 而不是說他十年前的事情 把它翻出來 那不然這樣子 你每個人要去出來選的人 你是不是身家什麼 通通都不能做錯什麼事情 我會覺得說當事人 今天如果我就一句都不幫他 那我告訴你 以後韓國瑜在出來選的時候 你們就不要再把這件事情 拿出來講 他自己要負責 大家都大人了 今天到現在 他還在否認當時 認為他不知道 也沒有說我錯了 我撞到人了 我心虛 我逃了 我沒有送醫 這個態度就是好的 現在顯然沒有承認嘛 現在嘛 就這麼簡單 一碼歸一碼 這一碼 對陳柏威的人格道德 確實是有傷 但會不會觸及到 他罷免最後的投票結果 我想要在10月23號才能夠得到驗證 但另外一碼是他在立院的表現 我們來看在今天立院 他直選了邱國正 用這個比較平易近人的方式 來大概講一下 是因應哪一些特殊狀況 會在這個時候選擇 編列2400億 大敵當前 手上有什麼東西就要 就要抄傢伙了 所以我跟鄉親報告說 因應到阿公這邊 有可能對海軍跟空軍的 所以政府署要承諾這條醫生 來證明我們的國防安全 我這樣子跟他們講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原相表達就很好了 就因為我覺得很清楚 好 剛剛看到的是 陳柏惟今天在立法院的表現 那到底陳柏惟在立院表現如何 之前口袋國會公布了一份 陳柏惟在立院表現的整理報告 就是說他提案是0 什麼通過率是0 0...1頭是0 這是不是烏龍指控 因為國民黨指控人家沒有提案 但事實證明人家有提案啊 應該這樣 他當初這口袋國會講是 他有沒有提案 有 憑良心講他當立委 當了快2年 那為什麼口袋國會說人家 他的說法是第三會 第三會期 第三會期0提案 可是如果引用是 這個第三會期0提案 而說他兩年都沒提案 這個也失之公允啦 我們要在這邊講公道話了 是不是 所以他是第三會期沒提案 對 是 但是他有沒有提案呢 小玉 他就是有 有提案啊 這個提案中間這麼多 他主提案就是至少7個以上 全部都是陳柏惟 你可以說他沒通過 但是他人家確實是有提案 可是沒通過 因為他是小檔 你小檔提的 不管是什麼槍炮道 彈械條例 或者是說什麼身心障礙 或是反戰鬥法 大檔都會提的 所以基本上小檔提案要通過 本來就是有他的困難度 但是你不能引入說人家沒提案 那你現在要不要翻出來 口袋國會基金會董事長是誰 也是高玉仁 是朱立倫的岳父 那你拿你岳父基金會 做出來的資料去指控 還是烏龍指控 你國民黨不用道歉嗎 而且我覺得更嚴重的是說 這個會變成違反選霸法 意圖使人不當選 那朱立倫指控人家是三零立為 這也是烏龍指控 如果講第三會期的話 當然就是零提案 沒有 第三會期是有提案的 小平哥 你不要再這樣了 有一個會期沒有提案 他是外交 我記得好棒一槍 半年是一個會期 因為現在國民黨說是 就憲說在外交國防委員會沒提案 但是你不能說人家整個會期 都沒提案 他只有在外交國防沒提案 我同意 我跟你講了 有一個會期沒提案 並不是他都沒提案 他當立委 他應該講第三會期 零提案 零通過 而整個當了兩年立委 四個會期 有提案 零通過 拜託 這是第三會期 這就是第三會期 我同意國民黨說清楚比較好 我同意 所以國民黨這件事 也要跟大家說清楚 對 我同意 橋歸橋 路歸路 但回來看 這一次的3Q行動 就是國民黨的3Q行動 民進黨顯然已經出來 力挺陳柏惟了 問題是 民進黨出來挺陳柏惟 跟陳柏惟自己面對 這一次的罷免行動態度不同 民進黨希望大家出來投不同一票 但陳柏惟在地方叫人家 不要出來投 是不是內部要先整合好 我必須講 因為這個戰術到底要用 什麼樣的戰術 是要熱戰術還是冷戰術要講清楚 我們先同這數字會講 因為陳柏惟當時是幾票當選 他是11萬票當選 然後嚴寬盒是10萬多 兩個人差5千多票 你知道這是罷免案要什麼時候 罷免案多少人會過 7萬多就過了 7萬2 對 等於比嚴寬 等於比陳柏惟當選 陳柏惟11萬當選 罷免他7萬就罷免掉了 所以對陳柏惟來講 他可能會認為 戰術上是冷對他來講比較好 就是冷處理比較好 對 因為只要嚴寬盒當時 投他的10萬多票就出來 這個罷免案可能就會過了 對不對 所以對嚴寬盒來講 他當然會覺得 那跟綠營的地方民旦的看法不同 綠營的地方民旦很努力的 希望找人出來 就像當時黃捷這樣 出來投不同一票 我必須講 這個是你們的消息 可是我的消息 民進黨還在觀望 因為第一個 他們民進黨還在保留的態度 是講說有兩個點 第一個 因為這個是激進黨的事情 所以你民進黨要不要把它打成 變成兩大黨的對決 其實對陳柏惟來講 也不見得是好事 因為如果民進黨 變成兩大黨的對決的話 那國民黨可以把什麼疫苗 疫情 五倍券 三加十一 全部都拿出來打的話 那這件事情會對陳柏惟是好的嗎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 也還在觀望中 現在地方的態勢是 地方的態勢是一半一半 像舉例說蔡提昌找他出來選 蔡提昌一定要保他 對不對 等於是要藍綠對決 他是屬於綠的 第二個他是新潮流的戲 那有一個人是跑不掉的 不想出來也必須陪他有接 那個叫賴清德 我認為是跑不掉 現在是政國會跟英系 怎麼弄我們在觀察 可是我認為最後還是為藍綠對決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25%太容易過了 你知道這個 你跟空氣打25%是很容易過的 那現在它的麻煩是什麼 藍綠 現在如果是直接跟空氣打 民調到9萬 9萬30%了 25%就罷掉了 你說直接跟空氣打的民調 你指的是TPBS那份民調 對 是這樣 TPBS那份民調 這是目前最新的民調 有52%的人投同意罷免 那如果以TPBS的樣本數去換算 那大概是9萬票 9萬 那7萬2就過了 而且我講 我補充一下 那是關鍵在投票率 對 我跟你投票率 我跟你講這個民調 一定要相信民調 就算有機關效應 也7萬2跟9萬差1萬8很多 而且連賭盤都改變 因為這民調你知道嗎 阿關 一開始的時候 PK盤1比1 7萬2罷掉 所以開7萬3千是1賠1 後來1賠1到7萬5 那一開始的時候 8萬是1賠2 現在是什麼 8萬是PK盤 所以簡單講沒有 罷掉是沒有懸念的 只是他們賭錢的輸贏 這個有懸念 整個局勢都要超級不利的看起來 好 所以3Q哥 到底會不會被罷免成功 現在越來越精彩 10月23號會知道答案 3Q罷免行動 倒數計時 現在藍綠 如果從選戰的角度來看 幾乎是已經假動了 到底有多激烈呢 這是一個大麻跟反獨的戰爭 講台語是好事 但是人們大路不走 走完畢 好人不做要做壞竿 陳國威 加油 陳國威 加油 不要哭了 等一下我來哭了 請你高歌位時間 請你高歌位時間 一定很感動 你看 我還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需要選民這樣子再一次出來 捍衛自己的選票 我覺得很抱歉 你做得很好 加油 加油 很拚 我們來看 現在甚至於還開了 陳柏惟到底會不會被罷免成功的賭盤 賭盤都開出來了 我們等會來問賭盤現在最新的情況 不過很激烈 據說最新的民調顯示 陳柏惟真的有可能被罷免成功 當然這個是藍營民調 那TPBS的民調 如果扣掉機構效益 也表示說現在可能是五波 一直 其實一直呈現大概都是五波 你不管從9月10號TPBS的民調 到9月30號一樣是TPBS的民調 那當然你是同一個民調 可以做對比 再扣除它的機構效益 是 那你說9月10號的話 會願意去投票 一定會去投 可能會去投的是43.4 但是9月30號增長了三個百分點 是46.4 那46.4裡面你願意去投票的 你贊成罷免的是多少 9月10號是50.7 所以它換算到整個公民數裡面 那現在最新是52.1 現在是52.1 又增長了兩個 所以它換算成投票人口 就會去投票的人口的話 那9月10號是27% 那9月30號是30% 中間有多大的落差呢 因為隨著意願去投票的人 增多了嘛 好 多了3% 所以9月10號預估換算值是8萬 現在到TPBS 9月30號的換算值已經到9萬 已經到9萬了 結果成功是要7萬2千票 7萬2千多票 所以以現在這樣的票數 這個民調票數來算 應該是會過關 當然還有各方因素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會出去投 那天天氣如何等等 特別是最後倒數計時 現在連賭盤都開了就知道 這一次的罷免選舉是很熱的 賭盤 現在情況怎樣 因為這樣說了 因為最近沒什麼選舉 有選舉 有罷免的 就只有這一樁了 所以賭盤要開 他也只有這一樁能開 那一開始的時候 開的是 因為他是一個罷免 他不是兩方在選舉 比如說我們兩方在選舉 可能是陳培菌讓票多少 但是他只是一個罷免 我們兩個選舉一定是你讓票給我 你讓票給我 我比較弱 然後你看那個罷免案的時候 就只有罷免一個人 然後門檻是7萬2千多票 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開的盤是7萬3千票 那7萬3千票是什麼意思 叫做PK了 因為7萬2千多票才過 所以不管你押誰賠率 都是1比1 對... 1比1 他是PK盤 PK盤大部分都是1比1 那就是什麼 過與不過一半一半 那現階段 這兩天好像 有上來 變7萬5 這換句話這兩天賭 陳柏威會被罷免成功的人 越來越多了 你看他開的票數 假設我是押 不會過關 那賠率應該變高吧 不會再是1比1吧 基本上你到8萬 最近的開到8萬 8萬大概是1比2了 所以如果押不會過關 就1賠2了 1比2了 因為你要知道罷免的票數越高 困難度越高 是 那從7萬3開到7萬5開到8萬 這樣一路往上開 那如果你以賭盤的氣氛來說 是8秒案可能會過才會這樣開 當然 如果不會過 不會開到8萬 不會開到8萬票 那現階段賭盤是這樣開 那未來會有什麼變數 那個郭正亮 每次都講他們黨內立錦翔 他也覺得立錦翔 其實是一個 超盤勝手 還好啦 我是覺得還好啦 2018年他也超盤 倒了好幾個縣市 所以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還好 選舉跟罷免不一樣 我就還沒開始 熱力就這樣吐 選舉 但是他不是被蹭 我們都會再來講他 這次他幫陳柏惟超盤 我們都會再來講他 到底厲不厲害 但是我們還是先分析 從賭盤也好 從民調的顯示也好 似乎陳柏惟被罷免成功的 可能性是越來越高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嚴加出多少力 嚴加又能夠動員多少票 民進黨自己算了 他說如果把嚴加算進去 頂多動員6萬8千票 所以不會過 他們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也有一點納悶 唯一可以參考值 他們說差5千票 唯一一個參考值是2013 那個2013年的立委補選 嚴寬恒對陳士凱 那一次投票率是48點多 如果你以那一次算的話 其實嚴寬恒 因為那時候有六個區 包括大里還有兩個里 但這一次沒有 這一次沒有 所以我們把大里那兩個里 扣掉的話 他的得票率是64千 得票數是64千646票 這是2013年嚴寬恒的得票數 得票數 所以從這個得票數的基礎去算它 我算了半天我也算不出來 為什麼是6萬8票 補選跟罷免不太一樣 補選跟罷免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一個算出來的基礎 如果說是6萬8千票的話 光顏加6萬8千票 這是如果說民進黨 真的這樣估的話 那我就要反問一句話 他有6萬8 那加紅派是多少 加上一些國民黨的議員 下去是多少 那紅派有動嗎 這一次 紅派有動 紅派有動 紅派將啟程 然後沙鹿地區 沙鹿那個第二個選區 誰在第二個選區 張清照在第二個選區 議長 對 那第二選區包括沙鹿 還有副議長 顏寬恒的妹妹 顏清飄的女兒也在第二選區 沙鹿大... 沙鹿本來就岩家的大本營 岩家大本營嘛 是... 然後你再看第三選區 議... 市議員的第三選區 就烏日 大渡 龍井 國民黨 掛國民黨的三個議員選舉 三個議員加起來的得票率 是超過50%以上 你們民進黨才30幾% 那民進黨強的是烏日 強的是烏日 所以現階段黑派最強的 其實是里長 那現階段 所以麗景翔下去 第一個你要打空戰嗎 你民進黨要不要打空戰 你民進黨要不要打動員戰 動員戰的話就像高雄黃捷那個罷免 我要把人叫出來去投票 現階段看起來民進黨沒有這個動作 沒有這個動作 但是那還有好幾天 好 他們是怎麼運作 他們直接 其實這一場選戰 我們在台北看不怎麼熱 其實你去底下 他們已經殺到里長去了 黑派 我說強的是里長 強的是里長 民進黨現在也殺到里長裡面去 幹什麼 反動員 不是動員 是反動員 叫他們不要出來投票 是反動員 叫他們不要出來投 對 因為 不是叫他們出來投不同意 而是叫那些準備出來投同意的人 不要出來投票就可以了 但是會出來投同意的人 會鳥他不要出來投嗎 不是 他動員的倒是群人嗎 他現在就是動員與反動員的戰爭 現階段在里長這個層面 殺到最基層 是動員與反動員的戰爭 好 明明是罷免選舉 也就是罷免投票 應該這麼講 想不到搞得好像選立委一樣 現在在地方熱到不行 什麼 總統前哨戰 什麼選立委 總統前哨戰 沒有 我剛才講一個 所有的A卡都下去助講 我跟你講 9月13號知道這場罷免案的 才50 9月30號知道這一場罷免案的 已經提高到73了 所以你就知道熱不熱 到投票會超過90 好 我們提醒觀眾朋友 10月23是罷免投票日 這一次那個朱立倫收花 他是華麗轉身從建制派的少主 變成鐵真正的漢子 如果輸掉不得了 而且他跟江啟臣聯手 兩個一起掃接 對...聯手 手牽手 然後兩場一個陳柏惟 怎麼不找張亞中一起合作 我是沒看到手牽手 但是前後任黨主席都下去掃接 撩下去了 國民黨 然後謝龍介跟他烙營... 烙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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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拚營業 他說他的台語才是正宗的台語 是 剛剛不講到賭盤嗎 我就一句話就講完 好不好 是不是七萬二罷免掉 是 罷免投票七萬八 殺戮寬衡一路發 好不好 我預估七萬八 我啦 預估 一萬兩千多多就過關 對 我認為多個六七千票 我們等一下投票看你們認為 他會不會過關 我們也來開賭盤 所以呢 沒有錢的賭盤 所以叫3Q罷免 也叫30 30是朱立倫下去講的 為什麼叫30 因為這個第三會期 每一個人提案是6.6屆 每個立法院平均 他都0 提案 通過 都0000 你看吧 我們來看陳柏惟 在立院的成績段 他的提案量掛壓彈 他的法律全文主提案量掛壓彈 他的法律部分條文修成提案量掛壓彈 他的法律主提案通過量 那沒有提案當然就沒有通過 所以000000 0%我就不要念了 全部都是0% 這不是那個確診加零 是真的提案是零 都是零 這種立委要罷罷免 要吧 可是口頭質詢比數是有的 所以這兩個他是有數字的 他還不是啞巴 總共講講講話對不對 不是 人家他還質詢 國防部長用台語質詢 你記得嗎 所以 搞審極情節 他有質詢 他有質詢 所以他這個不是0 這個我們必須要說明 像他通通是0之外 質詢數不是0 白紙黑字都是0 那如果國會議員 不提案當什麼立委 當什麼國會議員 選他幹嘛 當然要罷免掉 很簡單 但是他會講 那顏寬恒質詢過幾次 顏寬恒也沒什麼成績 顏寬恒去聽海 蕭波快就好了 他比較多了 顏寬恒比較多了 表現也不怎麼樣 那是半斤八兩 可能是不是半斤八兩 沒有 你要知道那個地區 不是都市化的地區 那就是要做地方選民服務 比基層跟經營跟選民服務 我跟你講比這個成績要重要 陸軍空軍 空軍的 從高雄空降來 蔡麗昌早去都沒有提案 你高雄來幹嘛 是不是 第二個 而且很糟糕的是他 他上一副說那是地方立委 所以提案不是那麼重要 地方服務比較重要 地方服務重要 提案都重要 他的提案更重要 他是空軍型的 3Q哥是這樣的立委 第二個 他直播公開 支持大麻合法的話 這樣好嗎 他有支持大麻合法嗎 是啊 是啊 那個時候他還沒當選 對啊 他就支持 我們來聽他是不是曾經支持過 大麻合法化 我支持要用大麻合法化 然後娛樂性的必須要階段性開放 你不能一次全開 娛樂性的就是 當你要用開放之後 這些東西就開始流到萬物 你不開放他現在也有流 我支持也沒有屁用 就是你們假設說 你不支持我又不投給你 坦白講 我講了之後我也選不上 我就跟你講很坦白的 作為一個網路世代跑出來參選 你如果開放三級毒品以上 你就不用選 好 來講民進黨 綠營到底有沒有動 小英之友會已經動 當然有 我跟你講 那個上次陳柏惟是 蔡其昌去找過來的 他就高雄市議員落敗 所以是新潮流主導的 所以新系一定會派別幫 所以這次蔡其昌也是 站最多他 你現在是在講矛盾嗎 然後新系的立委 也幫他站台最多了 那立錦翔 立錦翔有一些新系的 就是風源的 他曾經超過阿扁的盤 也超過林佳龍勝選那個盤 他被稱為是政治選戰的孔明 真的嗎 主要就是2004 真的嗎 這麼厲害嗎 我跟你說 這也是孔鏘這次 2004到最後 阿扁只有贏兩萬多票 結果大概選前大概三天 他就打電話跟吳乃仁說 阿扁在台中縣大概贏三萬票 結果開出來兩萬九千多 這樣真的厲害 相差千分之二 那上一夫怎麼一直說 就那次出名 就那一次出名 你有聽到嗎 沒有啦 那個 阿扁 那個是2004年 2004啦 一夫實在說 後面還有很多廠 因為他訪問人嘛 那風源 立委就是江啟臣 那他這一次出來幫 Thank you哥操刀 仍然不可小覷 說不定保刀未老 當然這個 保刀未老也不一定 我告訴你這個到最後是要看 組織動員下多少力量 我們說那一區 那個中二區真的滿特殊的 中二 2020年 小英碰到韓國瑜 台中是大贏36萬票 結果陳柏惟 紫營 顏寬可能贏五千票 贏五千票 其他每一區 都是贏兩三萬票以上 他因為那個區贏好幾萬票 對… 那個地方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就跟你說 顏家的厲害 尤其又是海線對不對 是啊 是嘛 所以你這裡就是在說 顏家事實上比藍綠還大 對 重點是顏家要不要動員的問題 對啦 所以你看 這一次會不會過關呢 五分 五分 現在比較 五分 五分 現在我們也要來開賭盤 認為會過關的舉小手 來 七萬八 不用管 幾票來 認為會過關的舉小手 我們看 一票 小手舉小手 現場六票耶 蘿拉德現在考慮 六票耶 全員一次都認為 因為以後外賬 會被罷免 這種 這個選區 基本上是偏藍 結果你用對決的方式 在搞罷免 是啊 是啊 對決的方式 你會激發投票率嘛 激重區最好低調會比較好 來 十月二三號就可以驗證 到底藍綠雙方 誰的策略是對的 朱立倫當選當主席之後 他說他的第一站就是 3Q行動 不是3是3 就是3處的3 當然就是要罷免3Q哥兒 台中的3Q罷免案 絕對不是 只是台中是海線朋友的事情 我們黨要全黨一致 共同支持 共同資源 罷掉這些違反民意 這些不顧民生 欺負台灣百姓的立法委員 選民他們對於不及格 不理想以及不私人的立委 來做一個期中卡 那我也在這個時刻 加入了這個罷免團體 要爭取對於我們地方發展 有正面的意義 認為不應該用說謊扭曲的方式 來欺騙選民 從今天開始 我們會放下他 他做他的罷免義工 那我們做我們專業的防疫立委 朱立倫當選黨主席之後的第一站 3Q行動會成功嗎 十月二三號要投了嗎 十月二三號要投 會不會成功 其實我覺得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就有機會過 但是還是有很大的難度 你現在到底是罷免 他的聲量比較高 還是他自己支持 他的聲量比較高 現階段 現階段當然 你因為朱立倫當了黨主席 其實你看9月14號 TPPS曾經做過一次民調 他說幾乎有一半的人 不知道有這場罷免案或投票 但是你朱立倫當選了以後 現在所有走到哪裡 都是朱立倫第一站3Q 第一站3Q 第一站3Q 所以這件事情 當然就會比較發酵一點 比較發酵 被炒熱 還有另外一個要被炒熱的因素 還有原因是因為他自己昨天 不是 趙少康的戰鬥欄 戰鬥欄 趙少康的戰鬥欄裡面的成員 已經開始排班 就是要輪流下去 這個罷免的區域 要去做空戰造勢 要把整個炒熱 所以現階段你看來 雖然大概還有二十幾天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對 現階段藍營就是要下去 拼命把它炒熱 那炒得越熱呢 當然對罷免比較有利 比較不利嘛 對罷免比較有利 我們來看這是TVBS的民調 對 要多少票他會罷免成功 是七萬兩千票 所以是門檻 那以民調數字 他的樣本數來做推估的話 支持罷免3Q哥的 其實計算出來有八萬人 如果這些人都去投票 當然我們不知道這些人 是不是就是那個地區的選民 那如果以這個民調來做 是 民調一定 他是取樣的 那民調一定 該選區該選區 那這些人如果都出門去投票 3Q哥就慘了 那就過了 那炎炎炎只能說 對不起了 那就過了 對不起哥... 沒有 那就過了 如果說投出八萬 八萬同意那就過了 如果這個民調 依照這個民調 如果這個民調是最終的劇本的話 那就過了 因為七萬兩千多票 七萬兩千多票就符合門檻了 而且我們分析那地方的藍綠結構 一直是藍大於綠 這樣講 你從立委的選舉 以及到縣市長的選舉 一路看下來 一路看下來 只有幾次的例外 一個是林佳龍打敗了 胡志強當選台中市長 一次當然就是 陳柏惟打敗了顏寬恒 顏寬恒 當然只有這兩次以外 幾乎大概那個區塊的選舉 幾乎都是藍營營 你現階段的話 罷免的話 當然空戰 我剛才就講過了 戰鬥欄會下去炒熱 還有那個3Q總部 大概也是在網路上面怎麼樣 都一直要讓他維持一個熱度 那你拉高熱度以後 其實最關鍵的還是投票 12、23投票 其實最關鍵的是投票 那TPPS做得說約八萬票 那誰去動這個票 誰能夠把這個票找出來 裝腳 當然 嚴家是 黑派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那現階段他們到底怎麼弄 第一個 不要忘記 顏寬恒的妹妹在幹什麼 顏寬恒的妹妹是台中市議會副議長 他們紅黑聯軍 議長是張青照是紅派的 那現在下去的話 又有一個江啟成跟顏寬恒 顏寬恒 又是紅黑兩派 所以現階段紅黑兩派聯軍 基本上是沒問題 但是那個地方的主體 還是以黑派為準 那黑派強在哪裡 黑派強在里長跟林長 里長跟林長 里長跟林長 里長跟里長 他們強 那就是嚇到很深的 對啊 就是直接就下去了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這一次是五個區 就殺戮烏日大渡龍井悟風 那殺戮是嚴家的本命區 烏日是民進黨的本命區 所以各有強弱的區域 但是殺戮大渡龍井的農會 是黑派掌握 所以農會系統也動得很積極 甚至於在連署的時候 農會系統就整個參入了 這些區域農會都參入了 當然這個農會系統 當然原本水利會 他們也有掌握 就偏偏2020年10月1號 水利會改官派 所以水利會的系統 就變成中立了 沒辦法動了 沒辦法動了 那議會系統剛才也講 那現在最大的關鍵就是 你真正吹下去 能夠吹到多深 吹到多深 現階段當然 而且那些海線的阿伯安 我都還不知道 10月23號要投票 海線最麻煩的一件事 我們以往看到的罷免案 不管說未來要推動的 林常佐或什麼 都是在都會區 都是在大部分都在都會區 但是這一次的罷免案 在海線是非都會區 而且海線的區塊非常大 遼闊 而且基本上它是屬於比較農業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就好了 你知道顏金標選舉的時候 以前怎麼做文宣的 他文宣人家做好了以後 他是走到競選總部外面 那不是都有阿伯啊 什麼在那邊泡茶 他就給阿伯 阿伯你看 你看得懂看不懂 看一看 這說什麼 這看不看 顏金標拿進去改 改 改讓阿伯看懂 要給外面的阿伯看懂 不是給像鍾小民給我們看懂 是拿出去直接給阿伯看 阿伯看得懂才準 周小民是一個很高啊 不是 他們要讓 他們要讓阿伯都要看得懂 他在講什麼 所以 你就看得出來 所以這一次的結構 跟我們都會區的罷免 是很不同的 所以都會區有時候 完全兩件事 都會區有時候 聲量網路轟炸 其實有些時候就四倍功敗 四半功敗 但是你區域那邊 我問你 連那個文宣都要拿去給阿伯看一下 阿伯每天在那邊看網路 所以呢 這就考驗 陸軍的動員力 陸軍動員力 沒錯 最終是這個 最終是這一個 所以 你說動員 國民黨 國民黨有什麼動員體系嗎 嚴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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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注意看 這一仗打下去 其實大家都在看一件事 桃園的王浩宇被罷免 是 綠營都沒有講什麼話 是黃捷的時候 蔡英文在中常會要挺嗎 藍綠對決 要挺 那其實Thank you哥民進黨會挺嗎 有 沒有 你知道差別在哪裡 黃捷是無黨籍 陳柏惟是基進黨 他是有黨的 那今天最簡單的一句話 你基進黨先表態 你這場學長要打熱還是要打冷 對你有利 你基進黨要決定 你基進黨是一個黨 你有主體性 然後我民進黨怎麼幫你去轉 那所以在這個氛圍之下 先尊重你基進黨 但又有一個問題了 朱立倫的第一仗 我們私底下都有問過 就是說朱立倫第一仗就是3Q哥 你們民進黨不把朱立倫擊潰嗎 就利用這一戰殲滅朱立倫 那基進黨主體性呢 第二個 也沒有很積極的要我們幫忙 第三個 那個有可能在過與不過之間 我整黨壓下去是 萬一我被拖下水 投不同意票 我壓下去是動員投不同意票 蔡英文跟朱立倫的收哈 萬一輸了呢 如果對決的話 萬一民進黨輸了呢 被拖下水了 是整個民進黨是陪著3Q 一直陪下去 是這樣 所以照尚立倫的說法言下之意 3Q哥不排除被民進黨丟包 不過其實3Q哥 自從當了立委之後 其實有滿多的插話 我們來聽過去他的言論 你有夠阿爸 我沒有阿爸 今天如果法國人站在這裡 你會叫他不要承認 你會叫他學中文嗎 看清楚楚 我什麼阿爸 今天如果法國人站在這裡 你會叫他學中文嗎 這位委員對我同仁都很客氣 我沒什麼阿爸過 你可以問我同仁 有一行消耗起來 其實我有可能美國地外吃這一行 叫蜜茲火腿 你如果吃過你就知道怎麼送 他有沒有可能 你知道在台灣灘附近 他的這個海參 是大約8到10公尺 如果他繼續挖 可能會挖破10公尺 這個時候他的裁電的這個潛艦 潛艦的潛艦伏擊區 還有他的潛艦艦 就有可能可以進來 這是媒體報導 有亂潛艦伏擊區 那想要新增一個潛艦伏區 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相信 對… 但是你再讓他挖下去 有沒有可能 包委員可能要挖很久 可能性不高 對 他說對岸要挖海沙公 他還是也滿瞎的 其實還有很多很瞎的言論 但是回歸到地方 剛剛談到 這是一場地方戰 對 所以回歸到地方 他選民服務做得怎麼樣 很重要 做得很爛 郵書會不是這樣 郵書外公不是他烏日人嗎 他的外婆烏日人 外公過世 他就回去奔上 我們台北市議員 然後嚴寬恆就去 三口哥就不跑這種行程 攻擊不跑 他表面上設了幾個服務處 就服務不到位 他跟林昌佐你知道犯了最大的 因為他們都是打空戰 對 他們打空戰 都是網路嘛 你知道陸軍是什麼東西 你不要出來罷免我 不管萬華的林昌佐 不管殺戮的陳柏惟 你知道大家就不會出來 人情世故 叫人家投票容易 罷免他這種事台灣人 比較不喜歡做 可是因為他們連 拜託的對象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們聯署 這麼順 簽到兩萬六千份 你知道 就是這個概念嘛 所以他們現在是 等於兩個字叫等死 你知道 沒有服務處嘛 然後 他有服務處啊 怎麼有服務處 沒有服務處 沒有在做地方服務 很弱嘛 服務很弱 但他最近拍了一個影片 說他有耶 他說我到處去服務 怎麼沒有服務 他是被罷免 他是被罷免掉 所以跑去誤風了 我就關心你們 就這個畫面嘛 吹牛政績什麼 他以為這樣子是 可以亡羊補牢 就不罷掉 不可能我跟你講 因為他幾個做太瞎了事 他昨天做的事情多瞎 他質詢那個邱果正 為什麼要用台語質詢 就打一場外省人 跟台灣人的戰爭 其實邱果正 你挑動省級很糟糕 你知道嗎 邱果正台語講得不錯 是 邱果正 邱果正就不要陷入這種 跟你作秀 當你陪襯嘛 然後後來呢 邱果正就火了 那部長你來幹嘛 他軟掉了 就叫設立內任 先硬後軟 你知道嗎 這整個都攤掉了 但是我看VQ哥確實有點急了 他現在好像在路上 只要你是支持罷免他的 他都會跟你說你千萬不要 甚至就傳出說 把人家口罩拉下來 動手啊 有一個那個老闆娘嘛 對不對 然後他戴著罷免那個 陳柏惟的口罩嘛 是 他的志工啊 他不是一堆從高雄來 那個激進黨的人就很兇啊 就罵人啊 就很激情啊 大吼大叫 把人家口罩 要把人家口罩摘下來 男生對女生可以這樣子 不好吧 女生要尊重 要疼惜嘛 男人對女人 把人家口罩拉下來 男生對男生也不行 你每次為什麼都會講歪啊 對啊 把人家口罩拉下來 好好講好不好 這樣很糟糕 拉口罩這個可以告你 這個是強制罪 對不對 反而自由很多罪啊 但是他表示 Thank you哥急了 很急嘛 可是有一場 他是絕對是死路一條的啦 他那個今年的四月去住院 住院 是因為新冠肺炎嗎 還是什麼 不知道 你看這張住院 不是啊 他網路說我為什麼住院 打他手槍打到住院啊 你是手槍是唐炸了嗎 就很下流嘛 這麼低級的可以當立委嗎 光這一條我跟你講 還有呢 然後三千五百萬支的疫苗 對不對 這個進口 然後這個以及3加11公布 他曾經反對過 他曾經連署反對什麼呢 不要買國際疫苗 他確實連署過 但是後來他說他沒有 這就說白痴不行 真眼說 真眼說一下話 吹牛 他說他自己很強壯 然後猛如泰山 我們兩黨團都廢物 我一個人打35個 吹牛 葉問一個人只能打10個耶 然後上去吹牛以後 然後我們呢 我們的那個立委的林維洲 一下子就把他KO了 一秒鐘 從此林維洲外號就 就拜葉文維斯 叫何必問 好 開開玩笑 所以朱立倫當選當主席之後的 第一站 3Q行動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各界都在 再次了也要說 請問 請